没看 六七 这八千块钱 八千啊 没没没 你看 老婆管天 郭晶晶和霍启刚这对夫妻真是令人惊喜不已 他们被誉为完美的夫妻楷模 是令人引以为豪的存在 不知不觉郭晶晶已经嫁入豪门11年的时间了 很多女星在入豪门 往往需要面对豪门家族的种种考验 但郭晶晶却以其坚定和睿智的态度 在豪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作为体坛知名人物 郭晶晶以其在体育界的影响力 为霍家带来了声望和影响力 他的存在有助于霍家在体育领域的资本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进而巩固了家族在这一领域的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 起初很多人认为霍启刚与郭晶晶的婚姻就是豪门的一场阴谋 还有人说郭晶晶是为了荣华富贵而嫁给霍启刚 后来的诸多事实证明霍家并不是一般的豪门 而郭晶晶也不是一般的世界冠军 你有考虑过门当户队吗 没有 你非常信任启刚是吗 我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很开心 挺开心的对啊 没有什么问题 嗯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爱情可以说是豪门婚姻中的一股清流 从霍启刚与郭晶晶的首次相遇 他就深知自己已彻底沉沦 2004年9月 郭晶晶作为奥运冠军去香港表演 他的小迷弟霍启刚来了 借着父亲是香港奥委会主席之便 霍启刚第一次接触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偶像 霍启刚讲 他第一次看到郭晶晶跳水便被他那股劲儿给迷住了 在欢迎晚会上 作为霍家长子的霍启刚没有一点端着 见到郭晶晶便冲到他面前 与他合影留念 第二天郭晶晶在九龙公园进行跳水表演时 霍启刚更是早早在现场等候 一个晚夜 他也过来跟我照相 那过了一会他又过来了 又说我可以再跟你照个相 我说你不是照过相吗 他说刚刚是别人照的 我拿不到照片 我可以再照一个 霍启刚是特意去澳门 特意去澳门 你到了上了船以后 其实就不关我事了 按道理 按道理是已经到了澳门 澳门有他们的活动 他们的接待 但是也去了 去了就回来了 拿了电话 在船上拿电话 然后就直接就回来了 对 光照片没用 随后的日子里 霍启刚使出浑身解数 对郭晶晶大献殷勤 可郭晶晶却不为所动 他说要事业为先 从那时起 霍启刚便开始了一段 为期八年的对郭晶晶的疯狂追求 郭晶晶最后也被霍启刚追到手了 2008年 郭晶晶站在了北京奥运会的颁奖牌上 这一次他将是绝对的主角 联夺两枚奥运金牌后 郭晶晶以四斤二银的奥运奖牌数超越师姐服名侠 成为了奥运会设立女子跳水项目后首位夺得六枚奖牌的运动员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亲自为郭晶晶颁发奥运金牌 霍启刚和郭晶晶八年爱情长跑里的是是非非 在媒体肆虐的日子里 这桩用心的恋情于2012年11月8日 在亲朋好友的牧师下获得祝福 婚礼上公共霍振廷更是对媒体表示 非常感谢晶晶选择嫁入货家 这是我们的福气 很多东西他都是比较无所谓 比较随意的 小孩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接 很多东西都是 不是社会project的image 好像小奶奶 他又绝对不是这样 他自己也都不甘心 他说真的 他的upbringing也都不是这样 运动员是很辛苦的行业 所以他现在其实都是 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做 十年过去了 郭晶晶为霍家添了三个孩子 婚后的郭晶晶并没有仅仅是一个家庭主妇形象 他在霍家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不仅拥有高度的话语权 还有着决策的能力 还记得2020年 霍英东的原配妻子李燕妮去世 霍家为他举办了低调的葬礼 当他们站在一起大合影时 霍振廷一招手让郭晶晶站在了他身旁 可见郭晶晶地位有多高 之后郭晶晶看到霍启山和霍启人不合时宜地 站在了霍振廷背后的上一个台阶 他的一个眼神是一两兄弟便乖乖站下来 从这个眼神可以展示出 郭晶晶在霍家是有一定地位的 不愧是霍家第四代女人 很有大家风范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